您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在台电这个组织庞大的体系,处处都是学问 县任中部施工处的文处长回忆起近40年的台电生涯 走过了合一厂、大龄软煤电厂及通宵人气电厂等工程的他 察觉到现代人害怕认识的工作态度 想借由这次的专访鼓励后继们 勇于认识多做不错 只要愿意做,一定能从中学习、成长、获得丰富的宝贵经验 这三个工程都是台电的第一次 第一个核能电厂 第一个复兴门电厂 第一次把用油烧油改为烧油 在台电确实有这一名的好处 你愿意肯干的话 可以做很多事情 做很多事情 现在年轻人比较怕负责的 因为从几个很多的案件来讲 有些留意认识的 结果他面临的是有一些很多 你料想不到的一些这种叫做 是变成失望责任还是怎么样 好 目前这个是大环境的这个改变 所以千里千人他第一个考虑 会不会有怎样的责任 那你考虑太多就过足不强了 我自己人多做不做 勇于认识多做不做 其实这个就是以前我们那个时代的 那个任务的一个学校 这里是台电影一望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